7月19日,任佳伦在新浪微博释放九宫格自拍照,并佩慈写道,生活过得好快啊,今日早已是2021年的第200天了,下面的165天,和大伙一块儿在接再厉。 相片中,任佳伦穿着黑白红拼色上衣外套,加上中分刘海刘海造型设计,眼边还涂有猫眼妆,浓浓的韩国偶像范,特别是在那么超精怼脸,肌肤还细致光洁,真正让人羡慕极度了,那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32岁的人,跟20左右的小鲜肉明星相同,长相和气场都很优异了。 无论是哪些视角,都拍得十分酷帅,但是,人的大脑洞的网民觉得,这次拍照排版设计,是精心策划过的,合在一起,能够是树木或善心的样子,乃至也有网民全自动带到偶像演出完毕后,发布福利微拍给粉丝们的情景,能够说实话很生动形象。 要了解,任嘉伦以前便是在韩国学习培训很多年的唱跳歌星,现如今,以取得成功转型发展为艺人,并取得成功,拍出了《大唐荣耀锦衣之下》等著作,而此次久违了,换掉亮绿的演出舞台打扮,引起许多粉丝大呼,要想再看他的舞蹈演出。 自然,对比他的歌星品牌形象,有些人大呼,更喜欢他在大荧幕上的品牌形象,觉得会更为清新整洁,看起来有辨识度,但不论是歌星或是艺人,任嘉伦全是很优异的明星,对工作中勤勤恳恳,尽职尽责,与此同时,坚持不懈自身的念头和标准,来日可期。